現在是人工地匯時代 高雄三民的農中心 就開AI庫庭 這麼多時代對AI庫基都很有警察 AI不是跟他們判斷什麼是詐騙 甚至最近台中節運發生的社會 自驚 他可以透過AI跟時代 如何保護自己 讓他們可以對到時代卡佈 如果我們在捷運上 碰到暴力事件 應該如何自救 時代拿手機 用手說出問題 AI會證明如果剛才清除台中節運 台人的事件要如何處理 特定中心開辦的AI CHATS GPT的確定 只要一支手機 時代不管是人工的 也使用什麼 AI都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時代表示 AI不能跟他們要如何 哭分、詐騙的信息 甚至還可以背影開槓 感覺很深色 很輕鬆的 對 因為如果像這樣一張圖 你看你 你如果不可能會 會不會逼真 還會不會漂亮 有牽涉到有關係的 譬如說你的帳簿啦 你的金錢啊 跟你這個有相關的時候 一定要做一個確認的動作 三明塊露靈中心 今年頭白開十人問AI 確定 十二十位師大倉務 不然跟他們用AI 把自己的相片變成不太模糊 也有這次驚訝 甚至還可以變什麼故事 師大可以分享給怕孫 基金會表示說 一百十二年統計三明塊的師大 超過十一萬八千人 是高峰期師大最多行政區 科技的時代 師大也都要了解AI 才對到時代 可以利用這個AI的這樣的能力 幫他們做一些生活的規劃 甚至做他們一些創作 讓他有好的想法 我們應該是台灣第一個 在勒林中心開這樣的課程 台灣要走進超過年的社會 要怎麼會用人工地匯 背叛四大的生活 是重要的確定 基金會說未來多開這種的確定 讓四大堂學習 也能搜尋阿公阿嬤和驚孫一回的鼓勵 記者中醫會庫教養各鄉報